从今天开始,日本的晋国神社展开了为期三天的春季大祭 跟我们谈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,他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,为什么呢? 是的,最关注的是每次的春季大祭和秋季大祭期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否参拜晋国神社 那么在今天开始举行的春季大祭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供奉了祭品,没有去参拜 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他第二次上台以后 2013年12月参拜了晋国神社,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 那么在这之后,安倍首相一直没有去参拜 而只是供奉祭品,这次也不例外 供奉祭品的费用是出自安倍首相个人的腰包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也强调 供奉祭品的行为完全属于私人行为 那么安倍首相为什么这次没有去参拜晋国神社 一般认为主要是安倍首相考虑到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 另外我们知道今年5月要在日本举行七国集团峰会 毕竟日本政府也是要考虑到与美国等国的协调关系 为此安倍首相选择了不去参拜 好的,我们非常感谢小玉在日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